回到国内来看到我们说网路上面有很多的交易平台 有的是花钱买东西 那有的是以物异物来交换 现在呢 如果你家里面有用不到的什么柜子啊椅子啊 甚至有人说天花板啊钢琴 还有母奶都可以哦 用不到就把它捐出去吧 有这个赠物网呢 就可以提供你做公益的机会 每天大概有三百件都PO上去 特别是帮助了很多偏远啊 或是弱势的朋友 甚至于网站都挤爆得暂时关闭呢 珍珠手链大型家具 这些全是网友们用不到的东西 现在PO上网 他们要免费送出去 像有人送影印机 然后也有送药柜 然后也有送沙发 就各种不同的东西 文具用品那些都有送到弱势团体 透过政务平台把用不到的东西送给需要的人使用 不只可以送东西 网友也可以求证物品 像是有人想要一个女朋友 还有人想要奶粉的汤匙 交流的物品还真的五花八门 公图上人在送20条橡皮筋 就我们四个人就还在笑说 哇这个有人送 应该就是可能会放很久都没有人要 没想到马上就有人要索取 而且他是就是 我就想要为什么 然后他家里开便当店 就想说20条 他也派得上用场 中央白紫柜 木字座椅还是装潢的艺术品 甚至是电脑的课程学习券 什么都有人送 只是免费的东西 大家都想抢要怎么得到就看你的需求度 像是免费的电脑学习课程 不少网友想要进修充实技能 不过最后却凭重选的是一位失业的单亲妈妈 而这由新年集生组成的赠物平台 最初只想帮助弱势团体 没想到受到网友热烈欢迎 让网友的爱心可以发挥到最大功效 最后新闻的领事红秋如台北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